你听 远处的风铃声 早就听说 只要走上舞台山的人都能得到智慧 可智慧又是什么 智慧看似虚无飘渺 遥不可及 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生活的点点滴滴 为何我用尽全力去生活 却依然不能如我心意 为何我拼尽全力去争取 却依然离我所有 为何我亲尽所有去付出 却依然离我而去 为何又为何 可是 你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你 竟然都如此让彼此羡慕不已 娑婆世界 众生皆有烦恼 守住拥有 放下欲望 找到另一个善意 平静 知足的自己 这 何尝不是智慧 今番略过指尖 是放下 也是起仇 这 风铃宫的美妙 不仅因为悦尔的风铃声 还有 在风铃宫 你能找到另一个自己 一个 久违的自己 你自己的感觉 你自己想知道这个缝口